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歐的們 今天呢我們來玩這款遊戲叫做 呃 異國探險隊 好像是這樣子翻譯吧 這款遊戲最近剛在這個 Steam上面發售吼 然後呢是可以四個人遊玩 他的玩法有點類似像L4D2的樣子吧 可是又有點出路你懂嗎 我不太會去形容這遊戲什麼類型的玩法 總而言之就是一個探索 探索古墓然後解謎 然後拿一些要素 然後獲得一些槍枝裝備 提升自己的能力這樣子 他裡面還有一些技能的這個成分存在 所以說他每個角色都有他們專屬的技能 武器好像可以任意搭配 那個老頭有稍微玩一下他的戰役第一個章節 大致上大概是這個樣子 老頭玩的不深 只是想說盡快分享給各位 看各位有沒有興趣可以自己買來玩 好不好現在好像還在打折吧 忘記多少錢了 好像三十百塊而已 好啦那這有分三種 這三種我們就先玩一般的戰役 老頭先玩自己熟悉的 你們會看到呢 這邊是左上角是戰役的地圖 然後角色設置物品欄 物品欄的部分呢 你可以選擇 這個有一個箭頭下載好像是DLC DLC的槍 然後你可以選擇說你要帶什麼武器出去 目前我好像 上面這個綠色的點點 代表是你現在可以帶的東西 我習慣是帶黏性手榴彈 然後槍枝呢 這是DLC槍枝我們已經有了 然後後面這是兩把應該是一般的 然後衝鋒槍 我老頭是比較習慣用衝鋒槍啦 用習慣了 那後面這兩把這個應該是 這後面這兩把 這邊是個箭頭 對沒錯 這應該是DLC下載的槍枝 好不好 這個我們就不管了 我們先不多說 護身符每個人都有技能啊 後面這些技能 可能要到時候解鎖吧 完成一個豐富的文物來解鎖技能 喔 原來如此 不管了 我們先玩這一個 他們每一個都有技能 好不好 然後呢 我現在只把我自己所知道的告訴你們 後面可能你們要自己稍微去研究一下 那這個遊戲地圖呢 現在有分好幾個 然後呢 我先回頭再玩一次哈爾冰的挖掘場好了 讓大家 稍微體驗一下這個遊戲內容到底是什麼 好不好 每個角色 你們角色好像沒看過齁 來 這個是我們現在所使用的阿基米德 可以換皮膚 換一下好了 這感覺比較好看 然後這邊有一個格雷西 他們還有他們的專屬武器 以及他們的專屬技能 專屬武器 專屬技能 然後呢 專屬武器 專屬技能 也可以換皮膚 阿這個不能換 因為這是DLC的角色 這個感覺好像還蠻猛的 不過我沒用過 我還是用我的阿基米德好了 看起來比較帥 而且用習慣了 好我們就換這個顏色 我們直接選這個角色 直接開始冒險 開始啦 在埃及的上空的天空 好 好 其實這個不用看 好不好 我們直接進入戰場 這是重點 好不好 進入戰場才是重點 有一些玩法呢 就是 就如我剛剛所說的嘛 很像L4D2阿 但是又沒有這麼的刺激 因為該怎麼講 應該是後面才刺激 前面還好啦 不會一直有BOSS來干擾你 基本上是不太會 好不好 一開始進來了 然後呢 他這個遊戲呢 沒有跑步喔 他是自動跑步的那一種 然後你看他跑步動作超醜的 你不覺得這樣好笑嗎 呵呵 剛開始上來就覺得還蠻有趣的阿 然後呢 空白鍵是翻滾 然後 Shift是拿出你的手榴彈 然後手榴彈是會CD的 所以說丟完一顆之後就要等CD 然後右鍵直接瞄準 真正常 1跟2是切換武器阿 好不好 那你們玩這個 你們千萬就是要習慣他說 習慣他不能按Shift 不然的話你會把手榴彈丟出來 會很尷尬 好 然後 剛不小心炸到了 稍微炸到了一下自己 好不好 東西撿一撿 我們趕快走 喔有金幣 然後這個 你們看到這個立起來的這個木乃伊神像有沒有 呵呵 這是你的復活點 好不好 這是你的復活點 然後這邊會進入一個動畫 就是一個神秘的力量把我們的橋給弄斷了 好 咱們要想辦法 用繞路的方式 好 來到達對面 這時候呢 貓咪出來了 像是這個就是收集要素 收集要素的其中一種阿 拿到6隻貓咪 最後會有一個貓咪門 老頭只收集到3隻 只找到3隻有點可惜 那個貓咪 貓咪門打開 不知道有什麼東西阿 總而言之呢 應該是會 會是一個不錯的獎賞之類的吧 我也不太曉得 阿或許是送一把槍阿之類的 好 然後這些打開都給錢 因為之前老頭過過了 這些已經拿到一些相關的一個主線道具 所以說已經變成千壁了這樣子 好 OK 我們把他打掉 閉嘴 oh my what this 僵師來耶 嗚 然後這邊僵士其實超爛的 基本上射頭就好了 然後射頭之後 你會看到他身上有這個 藍色的靈魂有沒有 按住你的左鍵 好 我們的這個 鏡子就會把靈魂給吸收下來 然後按F F是類似把那個 靠近的敵人做攻擊 不然的話就是把木槍打爆這樣子 看這邊可以把他踢 踢到地上之後按F處決 這遊戲有處決技的 但是好像並不是 喔唷要求創解 不過呢好像並不是每一個 每一個怪物都適用這個處決技阿 好不好這個可能還要看對象阿 我們說真的我還不知道其他的藍貓在哪裡阿 聽到聲音了 這邊的藍貓我 我好像沒有找到過耶 稍微看一下這邊的藍貓在哪裡 這個是生命藥水 這個生命藥水按5可以補血 我們左下角顯示這個標記 就是我們擁有一瓶生命藥水 好像可以幫別人補血也可以幫自己補血吧 由於老頭 我是不是太久沒有看那隻貓咪 那貓咪消失阿 好像消失了耶 由於老頭沒有隊友喔 所以說都補自己居多 喔看到了這裡 第二隻貓咪入手 第二隻貓入手了 然後轉開 然後轉開 喔耶 治療石 唉唷這可以添加到武器裡面喔 感覺不錯這個功能 還行還行 我先激活一下這個東西好了 OK的 OK的 然後呢他激活這個之後 我們要去拿到這個圓盤 我們才要辦法把這個門給打開 打開之前呢 要先解開這上面的三樣東西 反正就是一個解謎就對了 然後你要想辦法過 好就是憑你的氣 憑你的這個 眼力阿 因為他們有些那個 機關都藏在一些細節當中阿 好這邊一個改裝的概念 升級 我們可以把這個 裝上去阿 付出一百塊 每次擊殺進行治療 唉唷呀 有 嗯 我剛是把賣掉還是裝進去阿 嗯 嗯 我剛是把我金幣賣掉嗎 哪裡過來 我是要升級 我不是要賣掉阿 算了不管了 等下看有沒有回血效果 我就知道 因為我剛剛沒有看得很清楚 唉唷 感覺好像沒有回血 我把他賣掉了 太好笑了吧 好這個點要打 唉唷 這個點沒打到 要先激活前面這個東西嗎 唉唷 這個燈怎麼沒有亮阿 我記得會觸發什麼之類的阿 看得好像不是現在的樣子 好吧 然後呢這個也是一個解密的這個門齁 你會看到上面這邊有圖案 就按依序按這個圖案應該是可以把這個門打開 老頭第一次玩的時候呢 全部都失敗了 因為根本不知道怎麼解 他上面這個圖案呢 不一定 應該就說 這是因為第一次解謎 所以說呢 他第一次顯示在這個上方 然後讓你去按 那通常呢上面這個東西他會 隱藏在不同的位置 你要自己去用你的眼鏡去觀察 去看到 才能辦法解出來 像是他這個 從左邊數過來吧 應該是從左邊數過來吧 第一個就是這個 然後配上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好 成功了 第一次成功 唉唷 哇 第一次成功 居到裡面 滾木喔 感覺好像滾木挑戰之類的 Oh my god 哇 哇哇哇哇哇哇 Oh my goodness 幹什麼東西 幹什麼東西 好我可以放技能了 剩甲蟲攻擊 有沒有直接被秒殺了 有沒有 唉唷這到底被藏了什麼 好酷喔 原來是拿到這個東西啊 太陽神日麗 太陽神日麗 也太好笑了吧 太陽神日麗是什麼意思啊 好不管了 我們已經成功解謎了 來看一下這個 好你們看上面這個有紅圈有沒有 這個是 可以用來啟動陷阱的這個道具啊 還蠻好用的 而且重點是無限使用喔 Oh my gosh 誰准你 從後面鋼我的 他們真的都很兇殘 兇殘喔 丟個手榴彈 好 把他黏在身上 等下就會爆了 唉唷沒有黏到喔 這個遊戲真的還蠻適合多人玩的 沒有意外的話我應該會找沙皮啊 個人覺得是蠻讚的 個人覺得喜歡 好 GOGOGO 好 這邊應該沒什麼了 我們快速通關吧 好不好 咱們就加快一下我們的腳步跟速度 該過的過一過 不脫離帶水 對 引爆一下了 唉居然沒死 唉唷呀 記得翻滾 打開寶箱 開寶箱會被靠 唉開寶箱會被靠 Oh my gosh 大哥別 要死了 補個血先 唉 我不是補血嗎 唉唷我是不是按到Burban了 難怪不能補 Oh yeah 你們要注意不要按到 不要按到Burban喔 按到Burban就像我剛剛那樣不能動 一整個尷尬 好我們拿到了一個野蠻密 好我們可以去強化了 我們這次千萬不要再把他給賣掉了 好不好我們再回去找剛剛那個箱子 那個箱子好像在上面吧 沒有錯 工作台箱子在這裡 拖上去就是安裝 剛剛把他賣了一百阿 阿這什麼 造成更大的傷害 唉唷耶 有嗎 欸還真的有耶 好屌喔 感覺不出來哪裡有什麼改變 不管了 他能造成更大的傷害當然是最好 好啦我們繼續往上走 唉唷幹什麼東西 直接被炸死了 感覺攻擊力有變高了耶 不錯喔 有 攻擊力感覺有變高了 非常好 Reload time Quic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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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被炸的不要不要啦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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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唉唷 神不知鬼不覺 來吸魂 該吸該吸阿 好剛剛都沒得吸阿 因為我們的技能滿了 技能滿了就不能吸 想嚇我是不是 花五百塊開這個箱子 送什麼 全自動爆破步槍 喔 98 像這種特殊武器阿 很屌喔 你還可以無限購買的樣子 你又花五百塊看可以拿到你什麼武器之類的 好就是一直不斷的刷 刷出你要的為止 只是要花五百塊 好就是花五百塊就對了 好了 唉唷 終於亮了 我們不要浪費那個爆炸步槍齁 我們不要浪費 OK 這樣門就打開了 nice 趕快走趕快走 毒蝎子來也 邪惡的毒刺 我們來試試看那個爆炸步槍 好不好 既然都那個 唉唷 感覺不錯喔 被圍的時候很適合 好現在沒有被圍的情況之下就算了吧 OMG 唉唷 別阿 別阿 想幹什麼東西 休想嚕到我阿 不告訴你 唉唷 這裡我有來過嗎 這裡我好像沒來過耶 哇靠 全部都伸出來是怎樣 都去死吧 GG斯米達 這裡有貓咪 這裡 唉唷不是 我聽到貓咪的聲音 但我不知道貓在哪裡阿 好笑了 貓在哪裡阿 靠北阿 依舊只找到三隻而已阿 然後你看做到很多這種陷阱可以拿來使用 超多陷阱可以用的 像這個也可以用 可是現在不要這樣會弄到自己 有沒有 好不知 好有沒有就去了 亂丟一通 亂丟一通 像這邊有個陷阱也可以拿來用 可以幫助你試半功倍阿 我的鏡頭這麼晃 我的天阿 晃能這樣 Nice 好 快點快點快 Nice 衝上來 撿 找到之後呢 好我們就可以趕快下來 去開那扇門了 那把鑰匙在哪裡阿 我忘記了 然後他們又復活了 哇 你咧 挖了連蟹之後來了 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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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幹什麼東西 看到了在前面 先開先開再說不管了 先擋先贏 放個技能 去吧 喔耶 放上去了 好吧我覺得我們差不多今天先到這裡阿 這只是一個試玩 好不好 呃就是一個試玩而已阿 給你們稍微看一下 並沒有要完整的把它玩完 可能老頭過沒多久沒有意外會直播吧 跟沙皮一起直播戰役 應該也是不錯的 好不好 那麼這個今天試玩到這裡結束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呢 不是系列阿 講錯了 我這個沒有打算開系列會開直播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呢 記得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或是下方留言 或是把影片分享出去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遊戲的試玩再見面了 掰掰 有aa 欸 有